中国海游昨天宣布 我国首个1500米自营超深水大气田 深海一号日产天然气达到了1000万立方米 提前达到了设计产量峰值 实现气田整体开发方案设计配产目标 深海一号大气田今年6月25号投产后 海上生产人员积极开展生产处理系统深度调试和工艺优化 加快天然气产能释放 目前11口生产井全部开井产气 深海一号大气田距海南省三亚市150公里 是我国自主发现的平均水深最深 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超深水气田 全面偷产后 每年将向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等地 稳定供应天然气超30亿立方米 深海一号成功打产千万方 为后续超深水油气田的开发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将以此为突破口 加快推动深水油气田的勘探开发 助力绿色低碳转型 接下来我们用几十秒的时间 带您从空中领略深海一号的风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深海一号大气田的水深达到了1500米 如此深度的深水作业环境 给气田的设备调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深海一号大气田的成功打产 标志着我国海洋石油工业 已经独立掌握了超深水气田的生产运维的完整技术体系 深海一号大气田受水深条件控制 钻完井作业面临海床低温 地层破裂压力低 井控风险大等技术难点 技术难度和投入也呈几何倍数增长 海底温度低 管束压力大 深水气景产出的天然气 极易在管线里生成水和物 甚至形成冰毒 阻塞海管 这将对气田的安全生产造成重大影响 我们的流动保障监测系统 保障了深水天然气的稳定生产 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 采用全海式开发模式开发 整个生产系统由半前式生产平台 加水下生产装置组成 11口生产井的水下生产装置 分布在最大水深超过1500米 南北宽30公里 东西长50公里的海底区域 气田的新藏 深海一号能源站 布置了超过200套处理设备及系统 常年驻留在南海1500米水深海域生产运行 通过投产后的进一步调试和工艺优化 我们掌握了一系列深水操作技术 建立了一整套超深水气田 生产运维体系和操作规程 为气田产能持续攀升奠定了基础